下面一个问题 第一次学佛听经之后 对外人宣讲得心应手 但面对家人和朋友却无法宣说 甚至以身行教都没有效果 请问这似乎一时要学家弃欲而作茶门才能成就 若放下一切呢 是否有逃避职责之心 这个度化众生的事情 度家人最难 难在哪里呢 你跟家人长时间相处在一起 你的习气毛病大家都知道 你说我今天改过来 改过来都不相信 你能改得了吗 所以总是在观看 总是在讥笑 可是你要坚持一直做下去 你做个五年十年二十年 大家相信 那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尊重啊 佩服 所以对家人呢 一定要深教啊 外面人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底细 你只要讲得不错啊 人家就很佩服你 所以这个熟人呢 那么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你做的功夫不够啊 你做的够啊 对家人不要讲 家人主动就要向你学习 所以对家人呢 对亲近的人一定要深教 而不是缘教 你才能受得到效果 这个十月家其余 这个家我们讲过很多次 这不 田这只家了 不重要 佛在经上讲家有四种家 第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 自己有家庭 其实我们的家已经破碎了 这家不成家了 那么第二种呢 烦恼是假 你能不能把烦恼消掉 第三种 生死是假 三界就是六道是假 你出哪个家 出这个家庭 这个妻子儿女 田这只家死掉了 你出不了三界 你出不了烦恼 出不了生死 你没出家了 在家居私 他能使烦恼 能使生死 能出六道 他真出家了 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 修佛法 重设置 不重形式 但是形式 我们晓得 形式是表演给一般人看的 一般社会大众 看到这个形式 他深切 对佛法 两目 爱好学习的心 激发出来 那这个形式 就起作用了 就有功德了 真正修行 是从心底里面 回头 这些道理 都要懂得 然后你才能真的 自读 自读而后 就能读它 自己没有得度 要想读它 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无由是处 没有这个道理 一定要从自读下手 就是自己回头 才能帮助别人回头 请不吝点赞讯会订阅